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月15号 礼拜日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了美国华盛顿 和拜登进行了美日首脑会谈 岸田文雄在会后的一个记者会上提到 东亚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的乌克兰 他并且呼吁各国应该是要统一阵线 对付崛起的中国和好战的朝鲜 第二个消息 据报道 韩国总统尹石月表示 韩国将会是考虑建造自己的核武器 或者要求美国在朝鲜半岛重新部署核武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岸田首相在美国的动态 据发生社的报道所说 日本是今年G7集团的轮任主席国 而岸田首相已经是造访了德国以外的各个成员国了 并且在前日跟了拜登进行会谈 岸田在结束华盛顿的访问行程的时候 在记者会上面表示 他已经对所有其他的G7国家领袖表达出 对于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强烈危机感 岸田认为 乌克兰的形势很有可能是东亚地区迟早都要面对着的局面 日本周边地区的情势日益严峻 因为有人意图这样片面改变东海和南海地区的现状 再加上朝鲜的核武和导弹的活动 是有激化的趋势 虽然岸田首相就并没有点名 但是显然这番说话就是指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态度越来越强势了 其实岸田首相都不需要刻意点名 他只要点出了两个地区就是东海和南海 有人刻意想改变那个现状 只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这样做到而已 就是中国 那个人我想他在说习近平 但是没有开名 不开名人都知道他讲谁了 而那个国家也是会自己对号入座的 另外我们看看岸田首相的一场演讲 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里面 发表了一场演讲 岸田就说 中国是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 所面临着的一个核心挑战来的 而日本、美国和欧洲都必须是要团结一致 处理好各自和中国的关系 而他认为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愿景 在某些方面和日本以及美国的观点很不同 这些都是盟友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得到的 中国需要作出战略决策 即是遵守既定的国际规则 不能够也都是不会以违背这些规则的方式 来到去改变国际秩序 日本绝不允许任何企图通过武力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日本将会是加强威胁 另外岸田也是重申了 日本对中国在东海有争议的岛序 尖角猪岛 或者是大陆称之为的钓鱼岛 附近的军事活动 以及是中国去年在日本海域附近 发射弹道导弹的担忧 这里就是讲在去年8月左右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访台以后 大陆没有刀龙枪 又搞军事演习 搞到很大阵仗 最终有导弹射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范围 当时日本也有提出过这件事 现在重申 有担忧的 你不断射射 那个很明显是特意射射的 因为很难用射不准来解释 就没可能离行离达 所以日本就视为一个挑衅的行为 我们再看岸田首相和拜登的首脑峰会 会面之后 那个联合声明是怎样说的 拜登在峰会之后就表示 和岸田的会面 是美日同盟当中的一个非凡时刻 并且说明了 两国的关系从未如此密切 即是说到美日的关系上到高峰了 还有得继续上 那么很明显现在日本就是摆出了姿态了 就是和这个澳英美联盟呢 是紧密的合作 而且在军事上的合作 先在去年的时候 和澳洲签订了商户准入协定 在上个礼拜又和英国签订了同样的协议 那已经是两国有军事合作了 再加上日本和美国长期的同盟 现在岸田去完英国以后 又再去华盛顿 再作出一些这样的宣示 又说东亚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的乌克兰 又呼吁那些外国要统一战线来都去 对付大陆和朝鲜 很明显就是日本 完全站了过去澳英美的同盟那边 虽然欧英美同盟在名义上 就没有包括到日本 但是现在实际上的操作 就和包揽了日本都没有分别了 因为日本分别和三个国家都有 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合作 而且是越来越紧密的 岸田在峰会之后就说 美日两国都是共同地享有 民主和法治等的基本价值观 强调两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联合作用 是变得更加重要了 而双方在会后的联合声明就说 中国的作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不一致 而且可以与朝鲜的挑衅行径是并列的 使得印太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然而美日联盟仍然是印太区域的和平 安全和繁荣的基石 这份会后的声明等同于警告中国 无论在南海、东海 尤其是在台湾的问题上 中国一定要遵守现时的国际规则 不能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除非中国是胆敢挑动美日的军事联盟 其实现在不单止美日的了 英国、澳洲都已经是会说明了是落水的了 这些就等同于是用一种的震懾的形式 告诉中国听 这些国家是会有所行动的 问题就是如果这些震懾 你说在早二三十年的时候 对中国来发出的话 我相信中国也会协于这个形势 就不会乱动的 但是在现时来说 虽然在军事实力上来说 跟美国就一定没得困 但是 对比起他自身的二三十年前 肯定是有所超越和进步了 而且就变得越来越大胆 尤其是在台湾的问题上 以往都说不会超越台海中线 虽然大陆把口没说 但实际上没有超越 以前 现在又不是 又去到台湾以东的海域那时候又拍照 然后又频繁派出战机、军舰 都是超越了台海中线的 甚至乎最近去到二十四里的海域 反正就贴到很迫了 这些就是烧银子的行为 但是反映出大陆的野心越来越大 虽然我不相信大陆对台湾有什么轻举妄动的行为 因为这会牵涉到政权的存组 他只能够打得赢 他才会打 如果他是稍有差池的话 很严重的 尤其就是说 大陆现在还未对台湾动手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 就叫做不看争面 也要看佛面 就看他背后有很多人照着他 很多国家支持他 美国、日本、澳洲、英国等等 都开声了 是印度没有出声 因为当日美国原本搞四方安全对话 预计印度的目的 都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印太的活动 但是印度似乎不是很想深度参与这些事情 但是其实印度和中国都是不合格的 印度有些鹰派的军事将领又说到 迟早就是一战的了 即是印度和中国 那些就是后话 反正印度就不会说 在现阶段很深度参与在 制衡中国这个议题上 日本就不同 所以原本就 四方安全对话是美日印澳的 现在就变成美日英澳 来主力制衡中国 中国也是因为 镜着这些军事实力强国 在那里挺台 为台湾撑腰 所以才连动手 因此中国就是显得格外的投鼠忌器 好了 在这个美日首脑峰会结束以后 就发生了一段插曲 这一段也挺好笑 就是由俄罗斯的前总统 梅德韦杰夫 就在那里发烂闸 梅德韦杰夫现在就在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 他就饥奉岸田首相 屈从美国是可耻的 他还说岸田和拜登的联合声明 是显示出两国对于俄罗斯的偏执 而岸田文雄就是赴上了数以万计的日本人 命丧于广岛和长期的原子弹火焰当中的记忆 岸田就没有当面要求美国为当年的事干来去悔改 而是展现出一种 他现时只不过是服事美国人的服务生一样的嘴链 梅德韦杰夫还说 岸田只有在日本的内国会议上设复 才能够洗擦这种羞耻 实际那份联合声明里提到什么 刺激到俄罗斯在这里发作 原来提到俄乌战争 美日两国坚决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并且明确声明 俄罗斯在乌克兰任何使用核武的行径 都将会是对人类的敌对行为 和完全的不宜之举 所以就将俄罗斯的后路封了 不让他用核武 一用核武就肯定会变化风斗了 全世界都会向俄罗斯宣战 没有人会够胆站在他的旁边挺俄 只会和他划清界线 所以俄罗斯到现在都不敢用 一尾在这里抛浪头 这个梅德韦杰夫 作为一个傀儡 凭叫岸田文雄去撤覆呢 岸田当面叫拜登道歉 要悔改 其实这些东西 美日两国早就已经有官方的立场 宣示了出来 其实对上一次在日本国内的舆论界里面 讨论 美国应不应该为当年 在广岛和长期投下了两枚原子弹 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而道歉 其实就是五年前的事 在2016年中的时候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访问日本的广岛 当时日本国内都有这些声音 是不是要奥巴马来到广岛道歉呢 诸如此类 实际上是人家当时做民意调查的 我们又看看数据了 我发现有些国家很喜欢 还要求人就着几十年前的事去道歉 死捉难捉在那里糾纏 我们看看日本共同社 当年所做的一个调查 是针对那些原爆生还者来去做的 这样就够代表性了 如果针对全国的国民来去做 老实说 那件事发生在1945年 凡在战后才出生的人 他根本没有经历过 战争的残酷 以及悲壮 所以你问他 可能会有偏颇 要求美国道歉 好了 只是问那些原爆生还者 已经够明确了 那些生还者的态度是怎样呢? 百分之七十八点三的人 就是差不多八成的人 都表示 他们不认为美国 是有向日本道歉的需要 是不是很清晰? 道什么歉呢? 人家那些生还者都说 不需要再道歉了 就着这件事 不要再糾纏下去了 他们是最有话语权的 因为这些原爆生还者 那些经历是很惨的 那些经历是 爆完之后死了 就一了百了变了灰尘 未死那些 很多后遗症是要治疗的 有些隔几年癌症死了 未死那些又滲血 又白血病 糾纏他们的一生 有些又变了毁容等等 所以他们就最有 一个说服力来说 究竟要不要求美国道歉 而他们也有八成人说不用 那这个意见已经是很清晰的 其他国家凭什么说三道四 我真的不明白 这是牵涉到美日两国之间的事 人家那些原爆的生还者都不出声 你梅德韦傑夫是何许人 你要求? 人家没有要求你要求什么呢? 我想问 还叫人家撤腹 关你屁事吗? 你都不是持份者 他事实上不是 他只是旁观者而已 旁观者可以聚述这件事 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你叫人撤腹 你凭什么呢? 好了 美国官方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对于这件事 其实美国都说过很多次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就一再解释过 向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一枚原子弹 就是为了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下去 而被迫采取的行动而已 而这两枚原子弹最终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这就解释完了 因为要停止这场战争 不要再禍言下去了 所以被迫要做这件事 当然可能俄罗斯就不同意了 但是俄罗斯那时候也是战胜国 那说什么呢? 对不对? 好了 至于日本的官方立场是怎样的呢? 就说错误是因为整个人类的本性而犯下的 而不但局限于美国 就是说人家也有反省 日本自身有没有反省? 有 反而来说 你俄罗斯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国家 凭什么叫日本去到华盛顿开会的时候 当面叫美国道歉道歉呢? 对不对? 这种思维就跟大陆一样了 经常说要日本就着二战的问题道歉 不知道就以为 日本毫不反省 不知愧耻 没有就着这些战争罪行道歉 但实际不是这样 日本先后已经有几个首相 点名向中国和韩国道歉 第一个道歉的是谁呢? 就是1972年 第一个访华的日本首相 和新中国建交的 田中国荣 大家印象很清晰 然后还有几个 西村护禧 中曾庚康宏 村山富士等等 有几个 不止一个 道歉之后又说不够 又加码又道歉 道歉之外 其实日本还无常援助了大陆很多钱 过去几十年了 不只是一把口说道歉 那些才是实际的 有钱的 等同于战争赔偿 没有分别的 只不过用另一个名义 好像京援的形式 但是无常的 不用你还的 送钱给你吧 钱你也有了 面子你也有了 四次道歉 最少 还不算其他什么 内阁官房长官 或者有些说得比较隐晦的 那些不要算了 只道歉也四次 然后还有些小粉红要求日本道歉 还道歉呢? 就是有钱多久呢? 这些东西当然了 你说日本有没有做错 发动战争当然有错了 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 口水战 大陆就赢了 你说道歉 有些已经是道歉的了 有的了 符合了你的心意了 钱那方面 都骗给你了 那你又不要去交代一下 那些钱最终用了去哪里 很多钱的 那里是过往几十年 现在就开始没有了 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 扣钱给大陆 尤其是大陆那时候 一穷二白的时代 那些钱都去哪里呢? 是不是? 那你不如又自己 向你的国民交代一下 你不要整天说别人 是不是? 道歉这些东西 道了很多次了 梅德韦杰夫有个家把 嘴上去想离奸别人 收工啦 这些人真的 不知所为嘛 拿起来道歉 又不关你事的 这个俄罗斯真是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另一单的消息了 据报道 韩国总统尹石月就表示 如果朝鲜是加大核威胁的话 韩国将会是考虑建造属于自己的核武 或者要求美国在朝鲜半岛重新部署核武 由国防部和外交部举行的联合政策简报会上 尹石月就说 製造核武尚未成为官方政策 韩国目前将会是通过加强和美国联盟 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 这些政策包括了 设法提高华盛顿承诺的可靠性 华盛顿的承诺是什么呢? 就包括了用核武在内的所有防御能力 来保护盟友 而美国什么时候把核武退出朝鲜半岛呢? 就是1991年 当时要实践所谓的核不扩散条约 而且当时还和朝鲜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就是朝韩双方都同意不去试验、制造、生产、接收、拥有、储存、部署或者使用核武 但是朝鲜很早已经违反了这个协议 自从2006年以来 朝鲜已经先后六次的核事了 2006年现在金正恩还没上位 还是他老爸金正日执政的 金正日11年才拉柴 所以他两父亲都玩了六局了 现在尹石月就说 既然朝鲜也是违反了承诺的时候 那不如韩国自己也想办法 看看可不可以获得核武 就算不是韩国自家生产的也好 等美国重新部署在韩国也好 但是我自己认为 尹石月这个建议是有多少航装武剑的成份的 你说现在朝鲜有核武 韩国武 是吧 但是 是不是代表金正恩会走去首尔那里发射 或者在韩国境内发射呢 其实朝鲜自己都会很大程度上被遭殃的 因为你朝鲜半岛有多大才可以的 你在任何一点 就算最远那里发射 就是投放核武 那无可避免地 朝鲜其实全境都有可能遭殃的 那些核辐射、那些陈等等 当然你说韩国有核武的时候 是不是会震惑得到朝鲜当局呢? 是的 但是就算没有 我也不太认为金正恩会在韩国发射核武的 反而如果在韩国部署核武的时候 不但只震惑到朝鲜 还震惑到大陆的 因为大陆一向都不喜欢美国在韩国部署的 那些武器的 什麽杀德等等 如果你又继续核武铸墙的时候 那其实对于中国的威胁 反而才是最大的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